YK 我當時先買了Oxford Wow Foundation Pack給白明 因為當時就讀K3 剛剛考考兩間直系學校 都失敗了 所以我覺得是否單靠學校的課程 就不足夠應付小學的面試 亦擔心他升了小學後不適應小學的課程 所以我就買了Oxford Path Foundation Pack 我喜歡它除了有些練習 還有很多小一的入學面試卡 又有些中英文的拼音卡 或者部件卡 可以透過遊戲的方式幫它打好個底 其實我一直都想買一套好的英語教材給它 結果有一次我拿了一套 Oxford Path Primary的試用版回家 試完之後我就立刻決定買了給我的女兒 因為Oxford Path Primary的教材很多元化 小朋友有不同的東西 一邊玩一邊學 不會那麼容易叛途而快 而且又有很有系統 會跟小朋友重溫 但又不會太過分 不會重複又重複那麼悶 而且針對不同年齡的小朋友 有不同的題材和內容 令他們學回合他們程度的東西 而且還要我喜歡他們的標準英式喉音 自從買了Oxford Path Primary給女兒之後 她就越來越喜歡看書 她還會跟我說 書本可以給她吸收知識 看多些書 她就可以明白個中的道理 她五歲就懂得這樣說 我做媽媽當然開心 不過其實最重要是 她已經培養了讀書的興趣 和探索知識的好奇心 而且這兩樣東西 正是香港教育制度最缺乏的 我覺得百明用了Oxford Path Foundation Pack 和Palmary之後 我覺得她改變了很多 自律了很多 我現在每天要求她 做完學校功課之後 就用15分鐘來做媽媽功課 我就叫Oxford Path Primary Set 做媽媽功課 當初我也沒有期望她 每天做足給我 但她很喜歡做 其實我也有比較過 外面的小學補充練習 我發覺很多都著重抄寫 沒有人跟她解題目 我就覺得她不會懂得做 但Oxford Path Primary就不同 她有一支筆 可以幫你點進去 題目到會讀題目給你聽 也有一個提示 你點進去 就會教你怎樣 有什麼要注意 你做完之後 如果你不懂做 也有一個答案 你可以按回來聽 也有解釋 我覺得很好 即使我不在她身邊 她也可以每天花15分鐘自學 我親身用過Oxford Path Primary 中英文教材 我覺得對我的兒子也很有幫助 其實身邊很多朋友 問我為什麼用Oxford Path Primary 我也是這樣跟她說 我真的看到我的兒子用完之後 有進步 所以我也很推薦Oxford Path Primary 給我的朋友 我會推薦家長用Oxford Path Primary 你只要跟著教材去教小朋友 以及用裡面的家長手冊 已經對教導小朋友有很大的幫助 你不用給很多時間 也不用想太多 很快就見到他們的進步 我想這是每一個家長想見得到的東西 好多的東西 好適合